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2018PRB 90分鐘耐久賽 第六站 配信二巨號A站保時捷的試車賽道 前十個失敗片段 這場是雨戰啊 失敗片段特別多 來了一個打滑 非常靠近牆壁 差一點就撞上了 我們難得碰到我們雨戰啊 以現在這個賽季已經跑到角度的尾聲來說 雨戰真的是非常的少 喔 又再一次滑出去了 God 滑滑滑滑 再來是我們的第九名 雞群的片段 雞群追著前面深藍色的車 然後一個打滑旋轉 那後面花色的車跟奧迪 喔 這個應該就是 我們上一集精彩 纏鬥片段的一個開始吧 第八名 小路 看終點前的直線 第一個複合式玩到 第一個複合式玩到 太快了 太快了 大滑旋轉 也非常靠地強 最後還是撞上 還好這應該只是輕捧 小心的開回賽道就沒有問題了 第七名 下雨了 這是God的片段 準備要結束一圈的時候 壓到草 瞄準腳椎 一二三四 四個腳椎全倒 好 非常高技術的一個失誤 成功擊倒了四個腳椎 如果能連前面四個再擊倒就更厲害了 覺得他一個好名次 第五名 God的片段 又是一號彎 一號彎一個轉過頭 直衝強地 一號彎 這個大力 高速撞擊 可能要送一了 不動了 撞暈了 又撞一下 果然真的撞暈了 沒有辦法前進了嗎 可以 這應該非常的嚴重啊 雲加速都變這樣一段一段的了 第四名 雨天也是God的片段 在最後一個彎 打滑 哦 撞槍 引擎該噴飛 又是一個大力撞擊 一個燈也壞了 撞完God的可能要去醫院看一下 第三名 又是God 板面都被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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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很急的反央 彎 台門下車 直接衝牆 我在想說 不管這時候是剛下雨的時候 引擎蓋也還沒有掉 那應該是比較早的時候 剛下雨 剛下雨 下車點不太一樣 所以 無法順利直接撞 下一個拔腳彎 又一次 勉強救了回來停在路中間 馬上奧迪就要接著過來了 好 量好的示範完全沒有動 等待接下來的車過去 讚 然後看起來第一次撞擊 讓車子撞歪了 搖搖晃晃的 第二名 杜鞭 這邊應該是一圈要結束的時候 近戰了 近戰了有什麼失誤啊 打開一下他們 對上的語音看看 記事表示說有一個車輪螺絲故障啊 他說什麼輪胎的那個 螺帽壞掉了 OK 所以他真的這樣講 他真的這樣講 突發狀況 我沒有設定維修 結果他給我開進去 就跟我說螺帽卡住 要維修一下 呵呵呵 然後換成這樣 時間變成了 就是有這個地方要動嗎 終於 終於 終於有人中了 我們的比賽那個 維修失誤 是有打開的 終於有人中了 這不是廁所的失誤 但我覺得這可以放到第二名 沒有問題 第一名 第一名 Gard 十個來外招 六個都是Gard 過招彎看起來正常 車子突然不動了 其他人就從旁邊過 然後來個超級加速 有卡一下 再恢復正常 這看起來應該不是他的失誤 應該算是 重播的失誤 我錯怪他了 只有拿到一半而已 五個而已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 十個失誤片段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按讚 留言分享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還有FB粉絲團 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如果想要比賽的話 影片下方說明欄有詳細的貼訊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